我叫維琳,我是有教過 我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狂流行事例這個平台 它是一個FB的社群平台 我要講一下社群平台的理念 這個社群平台裡面涵蓋了 關於活動、公務議題、講座和競賽 為什麼我會想要在這個平台裡面 就是加上這些理念,我這邊稍微跟大家簡介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想要加入活動 就是因為我現在目前大學生 但是我發現啊,我朋友有一群是充滿了熱誠跟熱邪的 但是因為FB的社群實在太多了 或許也每個人都FB的社群 就是因為速度更新太快 所以說他們在早停資訊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那麼方便的 所以說無感足 就是加上交流的過程之後 發現就是 他們有熱誠、有熱情 但就沒有管到 所以我想要建立這個平台 我也不敢說我自己的資訊有多寡 但是至少有琢磨一點在這邊 對 所以我就想要建立這個平台 所以就涵蓋了活動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想要加入公務議題呢 那很簡單就是說 因為我以前是大學生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1990的野百合運動 有可以去駕駛嗎 對 有參加過可以去駕駛嗎 很好 那2008年的野草蠻運動 有聽過嗎 可以去駕駛嗎 很好 那有參加過可以去駕駛嗎 沒有 那剛剛好 我就跟你講為什麼了 為什麼講到公務議題了 好 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我認為說 因為在台灣的體制下 在高中以下的來講 基本上每天都要鼓勢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樣 但是基本上我的生活圈的每個朋友 基本上他們都是國道中都是補習過來的 那 在職人士這一塊呢 因為 在職人士本身季豆 本身的工作要做 那不可能要之後每天都關注公務議題這一塊 那我想問一下就說 沒有不想 我想說一下 就是說 在 1990年那個野百合運動 跟2008年野草莓運動完之後 當下的那群大學生 已經進入職場了 那 現在 2013年的公共議題跟社會議題 該有誰來關注呢 我個人的答案是說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的理由 就是高中以下 大學以下的這個部分 就是其實他們都有 呃 自己 就是台灣的 教育體制的關係 還有是社會的方向 的思維的關係 所以我感覺 大學生應該要 大學生研究所生 應該要承擔起台灣的這個責任 對 無論是現在的美麗灣 還是那個華光社區啊 這些其實都是議題中的議題 呃 有聽過美麗灣可以提到什麼啊 好棒喔 對對對 有聽過華光社區可以提到什麼啊 有 樂森呢 對很棒很棒 呃 還是要我們某一群是關注的 但是 呃 其實因為這是台灣的 我不是說什麼愛國的精神 然後我認為說 社會台灣人 就應該 關注 跟愛惜台灣這種的土地 那目前的我們大學生 是否就應該承接起這個責任 所以我就想把這個 公益體的東西 盤蓋進來這個 狂野形勢力的社群平台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理念 對 好 講一下這個團隊的風格呢 就是 呃 敢做夢 大黨和創意 團隊意識 還有厚光精神 呃 我剛剛講加一個就是叫做 靠人精神 那我簡單講一下 敢做夢大黨和自己的東西 呃 因為我雖然是 我們現在算是個team 那我們下面有一些 有一群人 就是差不多有八到九個的夥伴 對 那 我們這個團隊的風格其實 並不是那麼的嚴謹 我是希望 我發現 其實我是唸法律的 那我個人 我的專精太快 那有些人是唸行銷 有些人是唸設計 那我很注重專業分工這塊 因為行銷 設計 這不是我的專長 那我希望我團隊的人 我全權授權給他們 希望讓他們就是自由發揮 就是他們一直挑戰 這所謂是狂狂精神 就是我認為說 呃 唯有獄火才能重生 就是try and error的精神 就是 當你去面對挫折的時候 你才能往上爬 就是反正這個精神其實很棒 所以我就把它蓋在這個團隊裡面 那我剛剛講的狂人精神其實很簡單 就是 呃 那我希望這個東西就是很隨意 你想要辦什麼活動就罷了 不必要理由 對 所以我們今天 明天是母親節 我們今天在20 就是0.00分的時候 我們會辦一個活動 就是 我們現在要爭 爭從100位的 呃 就是台灣的人 或是外國人 就是 希望就是用章子 寫下母親的一句話 如果你問我 這有什麼意義 還要是說 問我說貼給大家叫什麼意義 那我整個人說 這就是狂人的風格 狂人不一定要理由做事情 對 就是 狂人 對 好 那 稍微講一下 我們現在其實 人手還是有點缺 就是寫手 還有行銷人 還有活動代言人 還有 還有 再補充兩個 一個是每一邊 還有一個是活動企劃人 那活動企劃人 我們希望說 有點 一邊 趕不去闖 嘗試 就是 不一定要理由 這什麼都不一定要理由 就是 沒有人說一定要什麼很偉大理由 還是說一定要什麼 第一 還是說什麼 他們來參加之後 他們有抽獎 背後的因素 他們才參加 就是 你才來闖 我相信台灣某一群人 就是 不一定要理由 就是他們熱情 這是台灣人的精神 草甘 草甘精神 那另外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的發展模式 會 希望是類似CSE的模式 大家有聽過CSE嗎 對 海德有聽過 好 那我們現在 我跟CSE接下來是 盡量 因為我們團隊裡面有的是 CSE的 核心成員 那CSE他在北部是希望是 各個team 有一個類似co-working的方式 就是說 你是類似焦點處會 那到他邊 各個team的成員 到他邊的交流 就是他其實算是 並不是像教員那樣的開發 他是給你team的 因為我感覺team跟team的交流 其實共作活化 其實可以很特別的 就是假設我今天是 一個 演講的team 那另外一個是一個旅遊team 那我們兩個才在一起 那有什麼活啊 就是我是認為說 演講的聽感 欸像2041南京書記之後 有聽過嗎 這是一個關於 關於環境一起的東西 那 充滿人是張良一 那如果一個演講人跟良一接觸了 那演講人可能 身處的地方是在東部 或者是嘉義 這種資源比較小地方 那他們就會邀請良一 進來這邊演講 就是 一方面是說 讓那個地方 就是資源發展 而且 其實我本身是在嘉義 其實那邊 資源確實有點缺乏 那我希望就是 能讓每個台灣每個縣市 都能有個就是 類似就是 沙龍洞的概念 對 就是 刺激 刺激概念 就是 剛剛其中一個有講到 就是 高手並不是沒有人猜 而只是缺乏地點 那嘉義也不是沒有人猜 對 那 禮討也不是沒有人猜 就是 只是缺那個地點 跟那個整合性的人物而已 對 那 那我跟你講 如果在座有各個team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 會朝向說 就是 跟各個team的接下 因為我認為說 1加1 大於2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們是一個社群 我們要如何讓我們的 目標跟理想能更實現 那 就很注重就是社群的結合 1加1 大於2 如果是在座有各個team 或是 你們有很好的想法 或理想的話 不一定要team 就是我們很 很樂意推廣你們的東西 對 那如果有的話 等一下很樂意來走 這樣子 對 那 我講一下就是 我剛剛突然想到 就是狂野健的風流 那我想說 等一下在結束的時候 如果有人願意讓我們 就是 明天這麼清潔 那 你又想給你媽媽什麼話 他說 你們的錄影 他說 我們今天破壞我們的影 這沒什麼理由 你們想要出我們的樂器 那 我等一下邀請你們的時候 你們願意的話 我就是 能謝謝你們 好 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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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